好啦 那大家晚上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呢 叫做太空戰士十五新帝國 在這個遊戲之中呢 正常來講 你要玩這個遊戲 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經營它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的主旨呢 就是蓋資源 就是你需要生產一些資源 然後造兵 然後造兵之後去攻打別人 或者是採集一些地圖上的資源 採集完之後你就可以回來自己家裡 然後再造更多的兵 對 它就是很像一種 巡迴啦 這個遊戲的巡迴長這樣 對 然後我有自己創了一個工會 那工會是沒有限制的 大家可以自由進出這樣子 有人問說我覺得好玩嗎 以一個策略遊戲來講 這個算是好玩的 那工會要怎麼加 你只要在 就是搜尋欄打我的工會名字 就是Kawaii OUOB 打我的名字你就可以加入了 對 然後也不用任何的 也不用申請啦 對 我是完全開放 所以大家就只要是路人 基本上都可以加 只要是你有玩這個遊戲都可以加 然後我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在怎麼玩 我現在已經算是有點正在進行式 已經在這遊戲正在進行式了 所以等一下也不會有任何的新手教學了 這個遊戲一開始就是你需要蓋一些屬於自己的類似採礦的東西 採礦的東西就是 譬如說可以看到最上面有 就是有這五樣 分別是什麼食材 能量 金屬 食物 還有金幣 那這五樣呢是這個遊戲裡面的資源 也就是所謂的資源 你拿來造兵會需要這些資源 那你如果要升級你的城堡 或是升級你的東西 就是會需要消耗這些資源 那這些資源要從哪裡來 第一個當然是幹別人的 第二個當然是自己採 第三個還可以去採外面的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地圖 有人問我在哪裡對不對 我的位置在R535 X381 Y719 那每個人要每個人的坐標 那也不用太擔心 你可以直接飛 你可以飛到別人旁邊啦 所以也沒差 我剛剛資源講到一半 那資源可以在外面採呢 可以在哪裡採 就是你注意看地圖的上面 有些像旁邊這個 什麼金屬啊 這就沒人採 這個是我讚的嘛 你看我這邊就可以採 兩萬三的這個 雞肉 蘋果 在這裡面是蘋果 對不起 雞肉是別款遊戲 還有 食材 也可以採食材 就是 只要是地圖上的資源都可以採 然後 在這遊戲裡面呢 就是你可以研發一些你自己的技術啊 像是你可以研發經濟啊 經濟學 經濟學裡面的大部分呢 就是讓你自己生產的東西會變多 譬如說 像這個就是生產的食物會變高嘛 這個研發耶 我來研發一下 我們缺食物 我們食物不太夠 然後這是金屬可以研發增加金屬啊 我們食物不太夠 對不起 總之呢這邊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生產的一些東西 採雞肉 不是採雞肉啦 怎麼都沒有音樂啊 啊我剛剛按了那個說話 所以他就把我的音樂關掉了 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我們可以研發一些東西 唉唷他送我黃金耶 還不錯 他偶爾會送一些東西啦 在左下角會有一個寶箱 你可以一直開他 他的時間限制 然後他就會送一些東西 然後右下角這個東西是可以幫助隊友 就是如果你加入我的工會 然後如果你生產一個東西 譬如說好 我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要升級大使館 對不對 食物不夠 好沒關係 我們食物不夠我們只要按升級 會看到我們升級一個大使館 需要一個小時 在正上方有看到嗎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協助 協助我工會也沒有人幫我增加就是 加速的時間 然後他們就可以幫我 我們剛剛要研發東西喔 我忘記研發到一半 我們食物真的太少了 所以我們就會需要去研發食物 好嗎 簡單來說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玩的 那哪裡可以造兵呢 訓練場 在訓練場裡面呢 你就可以造你自己的 術兵 沒錯就是你們自己的術兵 那 我們先造個 770隻 騎兵吧 對我還沒打過人欸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打打看人 我們等一下去打 不是路人啦 打一些 感覺就是在 不知道在幹嘛的人 我的同伴們都協助我 我真的有朋友欸 我好開心喔 我真的好開心喔 真的有朋友欸 我真的覺得 他們真的都是 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玩家喔 然後呢 重點來啦 就是 我們除了造個兵 生產資源 然後 在這個裡面呢 想辦法 越造越多兵 然後去打別人以外 就是它裡面還有一些 任務可以去解 任務要怎麼解呢 任務其實 它是只需要你進來 然後 點一下 就是 你只要進來這裡面 點一下任務進來 然後有個英雄任務 進來這個裡面呢 它會告訴你說 你每一項任務 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它 那你就這邊 只要點五 五分鐘的這個 然後它就開始跑一個 沙漏 那五分鐘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完成這個任務 然後你就會獲得下面這些東西 什麼英雄啊 經驗值 然後還有五個屬性的 材料 那這就是 一些東西這樣子 有人問我坐標 好 我再給他們一次好不好 五三 五三 三 八一 七一 九 OK 新幣怎麼獲得獲取比較快呢 當然是儲值啦 沒有啦 它裡面會送啦 但是送比較慢喔 那沒辦法 因為遊戲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想辦法 打個地圖BOSS給你們看好了 這裡有一隻 叫做 強力巨減獸 我們可以派英雄出去 攻擊它 這個遊戲裡面呢 英雄呢是有等級的 那英雄的效果可以幹嘛呢 英雄呢 就是它 在左上角 它可以刷一些屬於自己的裝備 那有了這些裝備之後呢 你這樣英雄就會越來越強 那它英雄是有技能的 技能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是 可以增加你建設的速度啊 可以增加你生產的東西啊 可以增加你帶部隊出去 攻擊的工程能力啊 對簡單來說都是這樣子 對還可以存財政部 抽定時出的寶箱 財政部 各位同學 大家看清楚喔 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理財 怎麼樣才能獲得更多的黃金呢 首先呢第一步你需要建設你自己的財政部 那財政部呢 你可以在裡面投資你的金幣 投資的金幣呢 越多它就會有一些這個 你投資一百塊 它就會給你總total兩個小時 它就利率給你10% 所以它就會還你10個這個 黃金有看到嗎 這個有點像是 它怎麼解釋 這就是儲蓄的概念 好啦我剛剛英雄解釋到一半 英雄就是可以有一些它的裝備 那這些裝備就是可以增加英雄的能力 那英雄最主要的功用當然是 帶兵出去打人的時候 又帶著英雄可以加成 就是它有一些攻擊加成 那有一個設施叫做 軍械場 軍械場你就可以製造一些 關於你英雄的裝備 對就是在這裡製造一些有關於 英雄的裝備 好啦那 我們英雄有回來了 我們把兵叫回來 我們去打架 這遊戲就是要打架啊 看附近有什麼好人 這個人感覺很強嗎 打得贏他嗎 我想打不贏他耶 好我們的任務完成了 我們就收一下 然後再完成下一個任務 啊這個這個 這個六等 這個沒有工會的 我們打他我們打啊 我這樣去打他會不會很壞啊 還可以加速耶 我加個速吧 你知道這個遊戲 我以一個 不算太專業的角度 來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策略類型的遊戲呢 我之前其實有玩過 這種 手機類型的策略遊戲 最厲害的玩法是什麼 就是 當你的工會 滿人的時候呢 全部人大家都離開 戰爭的地方 全部人呢 飛到地圖的邊邊 很多資源 但是完全沒人的地方 然後 然後飛到那邊去 然後大家就是 一百個人在那邊 種田 然後造兵 然後等到要打人的時候呢 全部人再飛走 飛到你們要打的人附近 然後打完他 然後再飛走 策略遊戲有點像是這樣玩 然後還有一些所謂的 什麼夜襲啊 什麼一些很特別的 戰術 其實這樣玩會是比較有趣 但是這樣玩就是比較 會有壓力 就是你必須要 最好你的進攻方式啊 對不對 這很常在那種 兩個工會 不小心吵起來的時候 最需要用到的 這個戰術 欸是戰略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活動呢就是 時不時常呢 會舉辦一些活動 送大家的東西 那這個活動 是要有達成的條件 那討伐單人怪物 就是我剛剛做的那些事情 就是去打那些地圖上的 一兩整的怪物 然後 這個是建設單人 就是你需要蓋很多東西 然後再來呢 這個訓練單人的任務 就是你需要去訓練 那個部隊 然後他就會累積這個數字 歡迎大家一起來 試玩看看這個遊戲 我覺得還不錯 好啦 大家可以去 王子點個量三下 我說大家對 如果 這種 精靈策略遊戲有興趣的話 可以 去下載下來玩 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介紹玩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子 讚